你知道両國彥克經驗嘉賓 劉沛特席 大家好 我是熊貓教授史丹利 我是哥布林工程師 很多人問我在這個AI的時代 我們應該要懂些什麼 才可以跟得上潮流 現在很多資訊來源 有的很雜亂,有的很明善,有些很難懂 那該怎麼辦呢? 沒有錯,所以我們建立這個頻道的目的 就是希望為大家去檢查關於人工智慧 以及IT這些技術它的一些基本功 讓你了解怎麼進入這個領域 哥布林,你想的為什麼 電腦圍起程式AlphaGo能夠打敗天下無敵手 變成所有人冠軍 我也覺得很好奇 我一直覺得它竟然能夠打敗我們世界第一的一個期望 它是怎麼做到的? 其實AlphaGo能工智慧它就是一支程式 那我們把它叫做Agent代理 Agent這個詞它既是名詞 它也是一個形容詞 它的名詞的作用就是代理 譬如說Siri能夠聽懂我們的詞例 所以它也可以叫做一個Agent的詞 哇,Agent這個單字很有趣耶 我在看一些美局的時候 通常我介紹MBI探員的時候 它就稱為Agent 那為什麼講到 剛剛講到這個人工智慧 它也稱它為Agent 它有什麼特別的關聯? 因為Agent就是幫我們做事情 所以Siri可以幫我們查一些資料 那探員呢 幫我們探案 那我們要去旅行的話 可以找我們的Travel Agent 幫我們買機票 訂飯店 哦,我聽懂你剛剛的旋外之音了 所以呢 也就是說 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或一個概念 它能夠幫你去解決一個 你複雜 不想要自己去思考 去解決的問題 你委由它來幫你去注意 可能是一個人 或者是一段真事 對,所以這個就是人工智慧 好,人工智慧是一段程式 那程式呢 就是有演算法加上資料結構形成 什麼叫演算法呢 就是 所使那個計算使用的方法 那什麼叫資料結構呢 就是把這些資料 做成一個邏輯化的 有組織的結構 嗯 所以 像我們每天我們開車的時候 那個島 它本身它就算是一個人工智慧 對不對 你剛剛提到的演算法就是 假設我今天我這裡 我要找陽明山的時候 我有那麼多好線可以走 他為什麼要推薦這條路 那就是演算法 對 在發出作用 對,那個就是最短路徑算法 哦 最短路徑也 那它也配合了一個資料結構 叫做圖形的資料結構 這樣就可以幫我們算出來 怎麼走最好 怎麼走最快 那你剛剛談到這個資料結構 它幫忙到什麼地方 是 它幫忙去記錄了台灣所有的路線 這個資料結構在做這個 這件事情 對 它記錄所有的點 所有的線 那點加線就是圖形 那在這個圖形這個資料結構上面 用一些演算法 所以 Garning找出來的路 跟Papa Gold找出來的路 可能不見得完全一樣 但是也有可能 英雄所見略理 但是 他們也算是一種人工智慧 他們也用不到一些演算法 用到圖形的資料結構 嗯 聽起來好深奧 好有趣 希望我們能夠 淺顯易懂的讓各位了解 不要太深奧 這就是小弟我的工作 或者去問出 大家可能會想要問的一些問題 是 好 那什麼叫做資料結構 資料結構就是 電腦系統裡面 一些邏輯化的組織 資料結構 譬如說 我們剛才講的圖形資料結構 那圖形就是 點加線 構成圖形 那用圖形的資料結構 我們就可以解決很多很多的問題 包括 所以現在其實大家用的最多的就是 大方的一個人工智慧 對 那像 這個資料結構 最簡單的資料結構 就是 所謂的 陣列 就是把資料 排成一排 像向量一樣 或是把它排成像棋盤一樣 這個叫做矩陣 那這些 向量也好 矩陣也好 在人工智慧裡面的大量運算 就是幫人做馬 我們必須要把資料變成矩陣 變成 這些資料結構 這樣才能夠去元素 所以你剛談到這個 向量的這個概念 可能就是一排的東西 對 一排排站 你是第三個 就是向量的概念 那你剛講的這個矩陣 那就是一個二維 也就是你剛提到的像棋盤一樣 你想像棋盤上面 你放了黑子跟白子 那就是兩個走路 這個擺放 所以資料的一個擺放 有到這種複雜的一個程度 對 那甚至還有三維 更多維 那就已經超越我們的想像了 對 超越我們人類的封肩 就是叫做超空間 那就是導入什麼時間的概念 那就是三維 四維 五維 N維 那這些資料結構呢 可以應用在很多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剛才的這個導航系統 那另外呢像搜尋引擎 我們用到搜尋引擎 我們在Google下關鍵字 那為什麼它很快就可以把資料搜出來呢 想必它也應該用了一些演算法跟資料結構 來注意這裡 直接跟我們知道 沒有錯 沒有錯 它就是日夜不斷的 搜尋引擎 日夜不斷的去 網路上去把資料趴進來 收集進來 然後加以成員 變成所謂的 所以 index的結構 就像我們書前面有 所以一樣 這樣呢 當我們下關鍵字的時候 我們要找人工智慧 那Google就去從它已經收集過來的搜尋引擎去辦 所有 有關於人工智慧的這些網站 都秀給你 所以它告訴你 0.15秒裡面 搜尋了1萬筆資料 沒有錯 從剛剛那個 Stanley所提到的部分 其實它包含兩個概念 第一個部分 的作業就是屬於城市要做的事情 也就是所謂剛剛講的爬蟲城市 一定要的所謂爬蟲 就是剛剛Stanley剛剛所說的 它會日夜無時無刻 就到處在網際網路上面去爬 去找所有的一個網頁 那在這些網頁裡面 都會有所謂的一些標記 成為MegaData 那透過這些標記來告訴Google 你甚至說 我是一個什麼樣的網頁 比如說我是介紹 人工智慧的網頁 那我可能談的是圖靈 那麼Google就知道 如果有人對人工智慧 我對圖靈有興趣 那麼可能這一個網頁 就是它有興趣的 對 然後再看到第二塊就是 那麼它跑完所有的 全天下的網頁 它知道這個網頁在做什麼之後 到底它要推薦給我 哪一個網頁 這就是你剛剛提到的 會用智慧演算法 對 它會去計算它的權重 什麼樣重要的 它把它排在前面 什麼樣你感覺有興趣的 它把它排在前面 對 什麼樣覺得需要推薦給你 它把它排在前面 這個就是人工智慧 可以大量應用的 然後我們這些在建架構網頁的人 就要非常痛苦的想辦法 怎麼去戰勝這個聯算法 這個概念就怎麼可以使用 怎麼去優化我們 對 所以我知道 跟物理是一個網頁架設的高深 所以 這個網頁 跟這個搜尋引擎 它用到的資料結構 可以演算法 資料結構演算法 是可以應用在很多方面 很實用的 日常生活 每天都用到 只是我不解釋 對 沒錯 那通常在層次的角度上來講 如果比了一個資料結構 如果設計的越好 就會讓你 在跑起來的效能上面 就會更加的順 那如果說是一個網頁程式來講的話 就是說 你不用花那麼多的錢 就能夠讓你的網頁 能夠充施服務更多的房客 對 對 所以這個資料結構 跟演算法 它的算是 我們AI人工智慧的基礎工 那基礎工 我們有所了解之後 接下來 當我們去接觸到AI的知識的時候 我們就會更有根基 當然我們不需要 懂得很高深的數學 也不需要懂得很高深的演算法 但是 我們藉著這個課程 讓大家能夠 能夠很淺顯地懂的 能夠了解 它裡面的意義 那說到這裡 Sally 我不行你想要問 那你覺得 呃 觀眾應該要有什麼樣的程度 大概比較能夠跟上你的頻道講的內容 只要高中畢業就可以了 真的呀 高中畢業就可以了 還好 相信大家應該都有 都有 我相信都有 而且會看我們這個頻道的這個節目 我想都是非常 clever的 非常聰明的 應該說非常上級 非常上級 可能之前沒有學過我這相關 但是很想 想學 很想學 好 那我們就是 希望能夠有系統的 不靈散 而且 不要太艱深的 讓大家能夠 不知不覺的 吸收這些知識 就成為這個 AI時代的一個 跟得上操流 那最後我講一個 資料結構 它還可以應用在社群網路 嗯 所以社群網路其實也用到有段法 也用到有段法 跟資料結構 好 譬如說 我跟哥布林 是NB的好朋友 嗯 那所以 我跟哥布林 你呢 各自都是一個點 那我們這兩個點之間 就有條線 差不多有錢 連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用了 就是我們的線 對 所以 有些人他有一千個朋友 他就一定要 一千條線 連出去 嗯哼 那所以 當 我跟你連出這條線之後 會 接下來會產生什麼樣的事情 比如說 他可能會推薦些人給我之後 對 就跟你剛剛講這件事有關聯嗎 對 那就用一些演算法 去看看 什麼人 然後他推薦什麼 是比較有興趣的 哦 比方來講 旁邊丟個小叮噹 對 小叮噹不是我的朋友 但是他是你的朋友 那因為我跟你接起來 有一個線 對 所以他可能就會推薦小叮噹 對 哦像這樣子 那你如果接受了這個推薦 他也接受這個推薦 那你 兩個中間的線 就可以起來這樣 嗯 所以這個就是資料結構 跟你演算法 也可以應用在社群網 那這個其實 在程式上來講 你再處理其實是蠻簡單的 就是 我只要去判斷出 我跟你有限 對 然後某個人跟你有限 那我就從你這半 自己去全部抓起來 然後全部都推薦給我 對 那這時候 突然間我來看FB 就看到一千個人 掛在這邊 要推薦給我 對 那這就是最程式的問題 對 所以後來 為什麼FB很聰明 我只看到十個人 對 那想必就是他在從這一千人當中 透過 演算法 對 在過濾 我可能比較在乎的這十個人 對 對 又根據 一些我們講到的資料結構裡面 所謂的 機器學習的方式 哦 我們後面會 會介紹 那這樣的話 還有興趣 他就方便你把它 列出來 一些 你比較有興趣的 當然 另外一個聲音 這樣我們是不是被FB控制 嗯 對啊 好像他要介紹給我 我就只能認識這些朋友 對 所以推薦 有好 有壞 所以我們必須知道 他的 推薦的原理 知道也是我們可以當做一個 自主的 一個 社群網路的使用者 嗯 所以說到這裡 其實 最終演算法 他除了在跟科技 再去做一個挑戰之外 他也來跟所謂的人 道德 社會的一些議題 也是在做一些對抗 沒有錯 當我們知道他在做什麼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越當做一個 越做一個聰明的人 嗯 所以我們不要被他拜託 我們可以使用他的好處 但是不要成為一個 沒有思考的人 被他 被他推薦什麼 就吸收什麼 對對對 所以說到這裡 其實有些觀眾 可能會覺得說 那是不是看了我們的頻道 他就是一定要 定位他將來做做工程師 來開發所謂的人 用的智慧 那我覺得其實 不是這個樣子 那我看了一些文章 其實 包含到這樣的AI 他除了在技術上面革新之外 更多的是 他在面對我們所謂政府的政策 還有所謂我們的社會 人文之間的一個問題 該怎麼去解決 所以會需要更多的 一些人文背景的人 他在了解 AI之後 怎麼去訂定一個更好的政策 那所以這些其實都是很多 可以在未來做規劃 對 所以我們頻道的這個對象 不只是他想要成為工程師 像特務理 也不是像 不一定是像我這樣 就是這個資訊 資訊背景的 專家 專家 不敢當 那我們 我們更是需要 有更多全體的 這個公民素養 有AI的素養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時代 我們可以做一個更好的主題 嗯 沒有錯 那就期待我們趕快 再來做下個答案 是 我們把今天的內容 簡單回答一下 一 人工智慧是一支程式 習慣上 常當作AI Agent AI Agent 可以幫我們成就一個特點問題 例如 AlphaGo會下期 另外 程式 是由所謂的演算法 和資料結構搭配器 來解決問題 所以 資料結構和演算法 可以說是AI的機會 資料結構被我們應用在台上 像是 Data 搜尋引擎 和社群網頁 若是大家對於這次影片的內容 改到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來告訴我們 除此之外 如果你對於人工智慧的議題 改到任何的興趣 或者是什麼的想要知道的話 都歡迎你留言告訴我們 搞不好我們之後 就再做到後面的單元喔 沒錯 好 那我們就下一次的影片見囉 拜拜 拜拜